好,下面进入我们的板块2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只要研究一个函数 是不是除了研究它的解析式以外 都要研究它的图像 那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函数 它们的图像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名字呢 比如说一次函数的图像叫什么呀 直线 是一条直线对吧 这个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是什么呢 双曲线 双曲线 那我们这个二次函数的图像 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抛物线 抛物线 来看一下 一般的二次函数Y等于AX方加BX加C的图像 叫做抛物线 Y等于AX方加BX加C 每条抛物线都有对称轴 抛物线与对称轴的交点 叫做这个抛物线的顶点 顶点是抛物线的最低点或最高点 二次函数Y等于AX方加BX加C的图像呢 是对称轴平行于外轴的一条抛物线 有没有觉得这个字太多了 有 肯定同学记不下来是吧 那我们现在拆开来说一下 我们具体来研究一下 这个二次函数 它的图像的一些性质 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抛物线的形状 可能同学们都有一定的了解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其实除了这种呢 还有一种是开口方向向下的 对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抛物线应该分成两大类 它有一种呢 是开口方向向上 还有一种呢 是开口方向向下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开口方向是由谁来决定的 有没有同学知道呢 不知道 那不知道是吧 好它是由A来决定的 A应该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开口方向 还记得A不等于零吧 对 A如果不等于零 是不是可以大于零 也可以小于零啊 那么如果A大于零 导致我们的开口呢 就向上 如果A小于零呢 说明我们的这个开口就向下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啊 我们由A可以得出这个抛物线的开口方向 比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Y等于负X的方 开口方向应该向哪呢 向下 很好 那你已经明白了 是吧 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去看一看这个B决定了什么 刚才A是不是已经决定开口方向了 B决定什么东西之前呢 我们需要在旁边先做一个准备工作 Y等于AX的方加上BX加C啊 我们要去求它的最值 求这个二字函数的最值 大家在初一初二的时候 学过的求最值的方法 是不是应该是去配方 是 对吧 那我们在配方之前呢 这个地方现在要先把这个A先提出来啊 不然的话配起来比较痛苦 提一个A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X的方 加上一个A分之B倍的X 然后再加C 那个加C可以留在后边 能明白我说的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去配方 是不是应该是A倍的X 加上一个2A分之B的平方 这个能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这一部分是不是代表的是2AB啊 其中A是不是X了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代表的是2B 所以除以2是不是就是2A分之B了 配完方以后 有没有发现多了一部分东西呢 多了 那我们要在后边减去 对吧 加C照抄 减去什么呢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4A的方分之B的方啊 对 4A的方分之B的方 是不是还要跟前面A乘一下 那就是什么了呢 4A分之B方 好 那你是不是要减去一个4A分之B的平方 这部分能明白 能 然后再把它继续去化解一下 等于A倍的X加上一个2A分之B的平方 加上一个4A分之4AC减B的平方 是不是终于把它配方配完了 那它配完方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它的最值了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有最大值还是有最小值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不知道这一部分是正平方还是负平方 对吧 所以是要看A的什么呀 符号吧 A如果大于0 A如果大于0 导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平方啊 对 正平方加一个数 它应该有最什么值呢 最小 最小值 而我们这个A大于0 大家刚才见过 是不是开口方向应该是向上的 是 它有一个最小值 是不是就应该在最下边 对 那个点呢 就是我们刚刚见到的顶点 顶点 那现在如果A小于0呢 A小于0是不是就负平方了 它是不是就有最大值了 开口方向向下 有一个最大值 是不是还是在顶点那 是 因此我们这个东西呢 可以去确定我们顶点的坐标 可以确定我们顶点的坐标 顶点的坐标呢 也就是说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最大值是多少 或者说最小值是多少 对不对 你怎么才能让它取到最大最小 是不是都是让这个平方等于0了 对 这个时候X等于什么呢 负的2A分之B 负2A分之B 然后 4A分之4AC减B的平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 当X等于这个的时候 这部分等于0 Y是不是就等于后边那一部分了 是 这是顶点坐标公式啊 负2A分之B 4A分之4AC减B的方 这部分呢 同学们是必须要掌握的 课下呢 要好好的再看一看 好不好 好好再看一看 准备工作做完了 来 现在有没有同学知道了 我们的B决定了什么东西呢 还是不知道 没发现这个式子里边有B吗 发现了 呃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它能取到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也就是顶点的什么坐标 横坐标吧 嗯 来我们比如说这种开口方向向上的 它顶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 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轴对称图形呢 发现了 对称轴 刚才也见到这样的字眼了 对称轴是不是就是应该是一条经过顶点的平行于外轴的直线 对 能明白我的意思 好 那么顶点的横坐标是这个 说明我们的对称轴是什么呢 对称轴是不是应该是X等于负2A分之B啊 对吧 是 这就是我们的二次函数的对称轴方程啊 X等于负2A分之B 一条平行于外轴的直线啊 平行于外轴的直线 来现在想一想 我问一个问题啊 AB如果同号 AB如果同号 这一部分应该是个什么数 是个正数 那前面又加了个负号 它就变成什么了呢 负数 负数 那说明我们这个顶点轴是不是应该是在外轴的 左边 左边 是吧 好来 现在 如果ABE号呢 说明这一部分是一个负数 负数 再加个负号 它就变成正数 正数了 说明它这个对称轴是不是在外轴的右边 右侧 我们用一个口诀可以总结这个啊 叫做左同右翼 来 左同右翼 B呢 决定了对称轴的位置啊 B决定了对称轴的位置 而且记住这四个字叫做左同右翼 顾名思义啊 如果对称轴在外轴左侧 就是我们的外轴啊 就是我们外轴 所以记住这四个字呢 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B的符号怎么来决定我们这个对称轴的位置了 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是不是还剩一个C啊 C决定了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Y等于AX方加BX加C 你如果只想看C的话 你是不是想把这个AB给它消掉 那当X等于几的时候 AB就都没有了呢 等于0 当X等于0的时候 AB是不是就都没有了 而如果X等于0了 你想一想 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抛物线与外轴的什么呀 交点 交点 那就是C决定了与外轴的交点啊 C它决定与外轴的交点 如果C大于0 说明这个交点应该在外轴的什么半轴上 正半轴 正半轴上 是吧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往上移 这个地方是不是C如果大于0的话 它应该交到外轴的正半轴上 对吧 如果C小于0呢 就交到了外轴的负半轴 负半轴上 如果C等于0呢 说明这个抛物线应该经过什么呀 远点 远点啊 远点 C大于0 那么应该是正半轴 C小于0 应该是负半轴 C等于0 它应该经过我们的远点 这样是不是把ABC 所有的性质都给大家分析了一遍 是 同学们都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但是这个呢 还是内容太多 我们来到具体的题目练习一下 好吧 已知二次函数 Y等于AX方加BX加C的图像 如图所示 判断下列各式的符号 来这儿是不是已经给了你一个抛物线了 我们要根据这个抛物线的性质 去定下这图中给你 题中给你的八个柿子的符号 首先第一个A A还记得看什么 看开口方向 开口方向现在是向上的 说明A怎么着呢 A大于0 A大于0 好 第二个呢 它要你去判断B 对吧 B是不是要去看对正轴了 是 左同右翼 这次对正轴在左侧还是在右侧呢 在左侧 左侧说明AB什么号 同号 A现在已经大于0了 说明B呢 大于0 大于0 C还记得去看什么东西吗 看和外轴交点 看和外轴的交点 与外轴交到复半轴上了吧 所以它应该C怎么着呢 小于0 小于0 好 这三个是不是非常简单 来第四个B的方减4AC 这个东西有没有觉得有点面熟啊 有 这是我们在讲一元二次方程的时候的那个δrta 是 对吧 δrta是干什么用的 在一元二次方程里边 是和 判断它的这个十根的 各数的 对吧 那么δrta大于0有两个不相等的十根 δrta等于0有两个相等的十根 δrta小于0 50根 对吧 那这个放到二次函数里边 可不可以把它跟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建立一个联系呢 一元二次方程是不是就是ax方加bx加c等于0啊 对 你想想这个函数等于0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与x轴的什么呢 交点 交点 这个x轴上所有点纵作标是不是都等于0的 也就是y等于0 对吧 对 那这个图像大家感觉与x轴有几个交点 两个 有两个交点 说明这个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十数根 对吧 那说明δrta怎么着呢 大于0 δrta大于0 如果与x轴只有一个交点呢 说明δrta 等于0 等于0 没有交点呢 小于0 小于0 是吧 跟我们这个一元二次方程的判断差不多 只不过到这儿呢 变成了它与x轴交点的个数啊 第五个和第六个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 a加b加c a减b加c 这个怎么判断呢 我们能直接通过这个来判断出来吗 不能 a加b加c 两个正数加一个负数 你能定符号吗 定不下来 是吧 所以呢 它也有一个基本的方法 我们只要看到这样的试杂 应该去带入一个特殊值 我想问一下 你把x等于几带进去 就会出现 a加b加c了 x等于1 是不是把x等于1带进去啊 这是不是就是a加b加c啊 把1带进去 有没有发现这个点在哪呢 在上方还是下方 上方 在上方说明我们的这个 呃 a加b加c应该怎么着呢 大于0 a加b加c是不是就大于0了 这个如果明白的话 这个a减b加c 你知道应该是把x等于几带进去了吗 等于负1 把x等于负1带进去 它在什么方呢 在下方 它是不是在下方啊 在下方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 它是不是应该是小于0的 最后还有两个 一个是2a加b 一个是2a减b 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2a加b 有没有发现ab 我们刚才判断出来 它都是什么数 正数 都是正数 所以2a加b一定怎么着呢 大于0 2a加b是大于0的 但是2a减b 是不是就不好办了 2a减b 怎么来判断这个呢 光看这个是不是还是判断不出来 是 代入特殊值有用吗 c是不是削不掉的呀 对 那现在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刚才讲的什么东西里边 出现了2a和b这样的综小 对称轴 是不是对称轴啊 对称轴是不是有一个-2a分之b 对吧 x等于-2a分之b 也就是顶点的横坐标 -2a分之b 来看看我们这个图中的这个对称轴 是不是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 对 它比-1要怎么着呢 大 那是不是以-1要大呀 好 那这个东西现在大于-1 我们去把它化解一下 好吧 首先嘴两边能不能同时把这个负号先约掉 能 那么可以得到2a分之b 应该怎么着一呢 小于 小于一很好 注意变号是吧 变方向 我们嘴两边同时处理了一个-1 要变方向 然后是不是得去分母 对 嘴两边同时乘以一个2a吧 这地方是不是就变成b了 那边就是我们的2a 来 现在我想问一下 a是大于零的吧 对 那嘴两边同时乘以2a 它用不用变方向呢 不用 不用变方向 b小于2a 当你发现b小于2a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知道2a减b应该怎么着呢 应该大于零 应该大于零的 所以这两个式子 其实本来都应该去把这个对称轴啊 去和-1 还有1进行比较 如果跟-1进行比较呢 往往出现的是2a减b 能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跟-1进行比较呢 往往出现的是我们的2a加b 2a加b 只不过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因为ab都定下来了 所以第一个你是不是没必要去比一下了 标准方法是要把对称轴和1 还有-1去进行一个比较 通过这样一个题呢 帮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 这个图像与abc之间的一些关系 对吧 同学们可以好好再消化一下 在这呢 给大家一道选择题 好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观看